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23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這則新聞我覺得 挺恐怖 因為 北京很大機會爆發大規模的民變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北京是首都來的 北京的穩定 是現在的中國政府最緊張的東西 但是如果北京一旦出現大量的人失業 大量的人找不到 一般人 一齊衝向中共的話 大家知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基本上解放軍 調不及人去屠城 會不會發生 當年李志誠 攻入紫禁城 逼到崇禎要上吊自殺 我們一直都說習近平是崇禎 他做的事一步一步向崇禎進發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看到一個報導 就是現在北京大規模的中端人口 逼去鴻安新區 在17年12月 當時他們展開一場大規模的驅逐低端人口 運動 將幾十萬這些 一夜之間就趕出去北京 當時清理了大批人之後 沒有造成任何動亂 因為當時經濟還是站得住 人還有飽飯吃 給你驅趕就驅趕 他們也不敢反抗 但是 這次的情況就不同了 因為這次 他要驅趕的是中端人口 而且 大量的人 大量的企業 還有學校 還有機關 這些是國企 都要全部 強制搬到鴻安 沒有任何賠償 一定要搬 他們現在叫騰退 即是 騰空這個地方 退出北京 將他們 強行搬到 這個鴻安新區 大家想一想這個措施會怎麼做呢 首先我講講他的極端情況 他 甚至乎採取嚴格的封控措施 逼這些企業掉走 你不走 我就封了這裏 讓你沒辦法生存下去 企業也沒有任何補償 要你走就走 你想一下 要花一筆錢搬過去 不是他幫你搬過去 要你自己搬過去 很多企業根本做不住 中小企 一定是破產的 一定是倒閉的 因為做不住 你又沒有錢賠給我 又要我把那家床搬過去 現在很好生的 所以 很多人未必會搬過去 索性不做 大批 這些中小企業 會血本無歸 這次估計會導致過百萬人失業 這次 他們消滅了低端人口之後 就將一些 連中端人口都不可以留在北京 因為北京 要是最高端人口 中端人 都不可以 包括這些二線的企業 二線的大學 二線的一些機關 國家機關 國企 這次 他們北京的朝陽區 實施嚴苛的封控措施 他們用北京市統一規劃為名 要求核區多個工業園區的企業 無條件搬遷 僅是朝陽區 明基國際一個園區 就有過百個企業被迫停業 其中一個 園區企業的老闆 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當局在月初下達搬遷令 作為朝陽區重要科技和文化創意員之一 很多企業 很難先熬過三年疫情 扔了幾百萬裝修 結果一夜之間 被要求立即搬遷 全部扔了進去的裝修 一個先也沒得賠 一夜之間 他們基本上就是崩潰了 熬了三年 扔了錢進去裝修 要求我們立即 立即扯 怎麼扯呢 他說剛剛進駐了幾個月 有些就幾個月 現在就要求騰退 是不是 基本上呢 是要血本無歸的 負責人換了 他們以為他們很兇 拍拍腦袋就要你們搬 完全不顧你的企業的利益 老百姓的任何利益 他們完全不理 這次 北京大規模的驅逐園區的騰退運動 是涉及 幾乎大半的北京城 包括朝陽區高碑店鄉 平房鄉 沿北京內延基總廠區 以及 昌平等內的郊區縣 據不完全的統計 這次大規模的騰退 是可能涉及 幾百萬計的從業者 會直接波及 這些從業員 全部可能沒得做 會新業 因為這次其實連老闆也會破產 這一段 是連老闆也會破產 好了 當時17年 他們 以規劃陸法大的名義 大規模已經驅逐了很多中小企業 以及這些群體 好了 結果 當時 也有很多人受害 但是當時因為整體經濟環境好 氣氛好 你們小部分人受害是沒有人管的 原因是什麼 大部分人沒事嘛 你們不要搞事啊 顧存大局 當有人跟你說要顧存大局的 意思就是你 不在大局裏面 你要犧牲小我 當人們說要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時候 你就是被犧牲的對象 當然這次的騰退運動 是再升一級 連中級 中端人口也不放過 是不是 把那麼大規模的人口 企業 一次過搬走了 大家知不知道會造成一個什麼情況 在北京開店的小商戶 甚至乎 不要說小商戶 中型企業 都會面臨 破產 我想跟大家用一個比較 如果香港 突然間 告訴你 香港有200萬人 告訴你 政府強制 要搬去深圳 你覺得香港會有什麼情況 我那些店舖和樓價跌一半 突然沒有了200萬人 我怎麼生存 我平時店舖也早餐 賣開100份 現在少了那麼多人 我可能賣得50份 那50份損失了 誰還給我 地鐵少了人搭 巴士 每樣東西都少了人搭 收入全部都大跌 全部都大跌三分之一 是不是 那麼你想一下 股價如何撐 股價撐不住 公司撐不住 請了那麼多伙企 要不要炒人 然後又再炒人 好了 炒了那些人 他們又沒有工作 更加不用錢 到時候 兩送飯也買不起 大家想一下 其實很簡單 人 人 不可以突然 搬走那麼多 現在習近平要做的事 基本上就是違反整個地方的規律 你把那個規律突然打破 你明白別人開店舖 全部都計算了 在這裏開一間餐廳 做中午飯生意 預計可以賣300個飯盒 或者 可能吃200個客人 200個客人 吃300個飯盒 他預計了500個生意額 去頂他的那個店舖 人工 所有燈油火 突然間你的人消失了 是不是 整個北京有一半人被你趕走到洪安 洪安可能有生意做 但是北京呢 北京不是沒有生意做 這次那麼突如其來 尤其是三年風控已經熬不住了 很多人已經破產了 這批已經算是 站得住的人 你現在連這批人你也要逼他破產 你說會不會有人反抗呢 北京會不會有人暴動呢 會不會有人大規模的攻擊政府呢 我覺得 當你強行搬的時候 真是可能會爆發這件事 伙企沒有公開 沒有做事 沒有飯吃 失業 最終會怎樣 他們知道很難搞的 去到洪安 你想一下 這些企業去到洪安有沒有錢開呢 是沒有的 本身在北京 那間工廠裏面的裝修燈油火納 他已經扔了一大筆錢下去了 已經沒有錢搬的了 你還要強行逼他搬 那他就只要撿了他 廠房買了他的機器 廠房不是買的 廠房不是買的 廠房你硬收回來 那機器呢 你自己搬走 所有東西 所有的裝修全部拆掉都沒有人要 那你是不是逼一大群人破產 城市人可能就不會造反的 但是來這裡打工的人 他們會不會造反的 大家記得 當年李志誠 其實他也是公務員 就是因為公務員失業 沒什麼路才加入這個流氓 是嗎 加入這個造反 張憲宗也是公務員來的 地方的小公務員 類似城館那樣 他們也造反了 現在究竟北京會不會爆發另一場造反呢 真的不敢說 當一個地方 你過度的去剝削他們的時候 已經是殺了很多批的 三年來 已經那些做生意的死員一批 破產員一批又一批 他們那些人沒有選擇跳樓 可能當時的生命力強 到現在你又來壓迫我 我也就來 頂不住了 你又來壓迫我一次 可能我忍不住 我就會殺人 所以呢 這一次 我認為 在北京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危機 是不是會好像崇禎那樣 有李志誠 攻進去天安門 攻進去中南海 到時 連解放軍都頂不住了 我真的不敢說 如果每個一勇而上 你的解放軍都頂不住了 北京的情況 是十分之危險的 我就這樣看 因為 你以經濟的角度來看 整個結構突然間沒有了一大塊的人 沒有了一大塊的 商業活動 整個北京肯定會變成死城 習近平完全是不計較這件事 也不理會 突然間沒有了 香港 這個移民也是 慢慢走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香港的市民 怎樣也救不上山 如果北京這次那麼粗暴 強行來趕走的人 死了 北京 死得更快 好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期待北京真的爆發大革命 因為 你不爆發革命也不行 這次是沒有活路的 強行逼人到洪安 洪安的配套又不夠 又沒有工作機會 怎樣生存在那裏 所以 他不會跟你計較這件事 也不會理會你這件事 這個就是習近平 好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主頻道和後備頻道 都因為沒有廣告盈利的關係 所以 只能夠剩下Patreon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用Patreon 讚賞我們 多謝